来 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下目前S2厂长 严精灵也是我们经常观战的一位顶级厂长了 古董 祭司 守木 杂技 这阵容抓的话他只能抓祭司啊 他抓古董伤 抓杂技 如果说这两个人在祭司的洞有支持的情况下 抓完三台鸡了 三台鸡都不止 而且守木人这个点就长长人 你别说 真的还不错 挖个铲子过来 你这边黑炭打我一刀吗 打我一刀 我这边 对吧 你就剩自己孤家寡人一刀了 第一波救人的时候不太可能出现 一家老小 全部出来打的吧 三刀 那有点难啊 这个上来抓古董伤 这局抓古董伤我觉得 就对于场者来讲不好打 漂亮的躲掉了这一刀以后 古董伤这边飞轮CD好了 核心问题就在于 这个古董伤他待会儿会不会有祭司的洞 就古董伤单挑呢 我觉得场长这边 这场长还是个底牌场长 底牌场长就有点难打咯 飞轮 但这边一刀头两个 我倒还真没见过原来古董伤可以把黑炭 抽到了 原来可以把黑炭也给推开的 刚才古董伤在那边卡板子的时候被场长抓到机会了 那现在的话 场长这边交个闪现能带走吗 因为古董伤棍子还能打 棍子还能打 你交闪现过去万一被一棍扫了 这里穿洞嘛 穿大洞 穿大洞 我觉得一般啊 大洞而且祭司也不在那边 场长一个丢娃如果能丢过河 好像并不赚啊 飞天落地 直接找到 这波穿洞 有一点点 怎么说呢 没想透 我觉得 因为场长是能丢娃的 他是能够通过丢娃过河的 就你这个穿洞其实拦不住他 你得是打一个 就没有办法位移的角色 这波穿洞是值的 因为古董伤当时还能打嘛 他等于说这样的话呢 闪现还没逼出来 我们今天给他守墓人 看守墓人怎么救人 我觉得守墓人这边得交铲子过去 怎么样的 这边是黑炭 打一刀 这样的话 守墓人绕过来 顺利将人救下 古董伤一棍 但现在的指割效果不强 古董伤直接吃刀倒地 游戏到这边 已经完全转向于场长 已经完全转向于场长 这边的话 场长是给到娃一个火去 干扰这边祭司的密码机 我也不求说打你一刀了 我就对吧 让你拆个娃 你就在这边给我拆 对不对 拆30秒的娃 我这边就 密码机就等于说压了30秒一个人 可以啊 完全可以接受啊 现在而且问题是求人边救人怎么救 这个人还不太好救 要不算了吧 这个古董伤我觉得可以卖了 杂技想来救 要出事情的 单杂技过来救 而且他的火球都已经交了 祭司这边也过来啊 他们想救 真想救啊 一人一刀救下来 再穿斗 付出的代价 还行 主要看这波那个 就古董伤能不能 撑得住 就要闪现了 哎 不用 不用的话 这波挂飞 外面三个人全残血 如果这边能够快速的排到人 形成击倒 我觉得厂长就赢了 机子的话就差的不多啊 就差这边杂技这半台机子了 丢个娃 这边两个人补状态 还行 还行 说实话还行 这边求人者 有一台机子被押住 但那台机子的话 求者只要能状态补好 慢慢过去去 慢慢过去去蹭 或者是外面重开都可以 现在核心问题是状态要补起来 嗯 从结果来看 刚才那边一人吃一刀 分摊伤害以后 把人救下来不亏 就如果说那个古董伤 能够必速闪现的就更好了 因为厂长现在手里面有个底牌 对吧 这厂长是一个什么的底牌 外牛的厂长 他这个底牌是可以切的 追猎起来 打一刀 耗尼跟铲子 砸击外面起心机子 可以 这波起心机子的话 穷者算是稳住了正脚 他算是稳住正脚了 换一波娃过来找祭司 祭司的话这边是个满血 问题不大 而且他提前打了一些洞的 想要击倒没那么容易 不要切失常啊 看到那边马鸡在抖动 他应该是看到杂鸡的鸡在抖动的 慢慢压就好了 慢慢压就好了 他这边 放个黑炭 换娃过来找这边的守木人 守木人 现在黑炭走了 这黑炭走了 那这边底牌切船 过来找 这波底牌切船 对于球人来讲 蛮亏的 对于厂长来讲 蛮亏的 因为这个 这个切了以后 他现在其实两边手 有点吃力 手里面的火也不多了 这守木人外面是个满血 但凡守木人赶到 机子就能亮 交个飞轮 漂亮 杂技顶住了 我守木人一直没过来啊 来的有点晚 这就是路人局啊 不能怪什么守木人 为什么没过来的 那守木人哪知道 到底情况怎么样 守木人这边的话 刚好过来准备救一国人 这边机子能压好 场长的话 他的一个开门站的传送 密码机点亮应该是剩40秒 但是祭司因为离门比较近 次元斩 落地 我这 打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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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来一刀 这个女儿真白痒了 啥又没有啊 你但凡出刀一刀 中一个人这把都多抓了 黑炭也不听话 女儿也不中用 就这一个老父亲 勤勤恳恳 都是啃老族啊 一个次元仔漂亮啊 这波打完 守木人那边能点门 杂技的话现在站台 杂技现在其实挺强的 这杂技其实现在挺强的 你别看这杂技 这波女儿终于打到人了 厂长这波换娃但是他手里有火 救下来直接一刀 我觉得这波厂长是不是玩了一手以退为进呀 就我故意骗你来救人 然后把你吸引过来 因为杂技当时卡在那个点真的 厂长处理不掉这个杂技的 这杂技好强